嗨,大家好,我是方俊浩 今天的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使用Notion来管理我们的学习规划表 我在这里也已经准备了一个事先做好的模板 我会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模板是如何使用的 然后在视频的结尾我还会教大家 如何把这个模板一键复制到你的Notion中 并且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适当的修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板的左侧栏 一级菜单是用每个学期来划分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地区分不同的学期之间的内容 在二级菜单里有课程表 科研任务和这个学期里选修的所有课程 都单独设置了相互独立的页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课程表 课程表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 用表格数据库来做的一个页面 左边一栏填写时间 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 那这个可以根据大家资深的情况进行修改 上面一栏填写星期 这里的参数设置的是select单选 那因为课程表的主要功能就是 可以让我们每天都可以非常方便地查看当天的课程信息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界面要一目了然 没有必要把这个页面设计得太过复杂 那接下来的科研任务页面 主要就是用来帮助我们管理 所有跟学校相关的代办事项的一个页面 这个数据库我们同样是用表格数据库来制作的 比如某一科的教授刚刚布置了一个作业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个新的项目 先输入作业的内容 设置一下是哪一科的作业 作业上交的日期是哪一天 这项任务的属性 然后需要进行备注或者上传复件的话 也可以添加进去 表格设置的是时间顺序 所以最近需要完成的任务就会排在最上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里的项目肯定会越来越多 那样的话就会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任务我们都已经完成了 但是还会显示在这里 就会比较占用空间 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我们点击表格右上角的Filter过滤 添加一个新的过滤条件 第一栏选择完成状态 第二栏选择Is 是 然后第三栏选择没有被勾选的方框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每完成一个任务 在这里进行勾选的话 就会被自动隐藏掉了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表格里的项目太多了 就会显得非常杂乱和无序 比如我们想在一大堆的任务中 快速查找某个课程的所有任务 或者所有紧跟考试相关的任务的话 该如何操作呢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简单 因为每一个项目里都设置了不同的属性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属性来制作不同的表格出来 比如我们打开这个表格的话 就可以只查看课程A相关的任务 打开作业表格的话 就会显示所有科目的作业 甚至还可以设置一个日历模式 可以更加直观地管理我们的代办事项 那要设置这样的表格 我们可以在表格的左上角 新增一个查看方式 比如我们在这里新增一个 查看已完成的任务的表格 类型选择table表格后创建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filter过滤 添加一个新的过滤条件 第一栏选择完成状态 第二栏选择is 是 然后第三栏选择已被勾选的方框 就可以了 最后我还会把顺序设置成 按照时间顺序 降序排列 这样的话这个表格 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在记录一些任务的时候 其实还可以直接在任务的页面里 进行创作和笔记 非常的方便 这也是Notion相比一般的任务管理软件 更具优势的地方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课程A的页面 这里面主要是由课程的相关信息 课页任务 课堂笔记和相关书籍 这四个内容组成的 那相关信息里面 可以记录这节课的教室在哪 教室的姓名 联系方式和办公室之类的信息 然后下面的课程A的未完成任务 其实并不是重新做的另一个表格 这跟刚才的科研任务是同一个数据库 我们只是把刚才的数据库链接 复制 然后粘贴到了这里 创建Linked Database后 设置了几个筛选条件 这样的话就会只显示 课程A的所有未完成任务了 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任何操作 都会同步到主数据库中 那科研任务下面的课堂笔记 顾名思义就是用来记录课堂笔记用的 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那最后就是课堂相关书籍 那有些科目除了需要阅读指定的教材以外 教授还会要求阅读一些其他的书籍 那这些书籍的信息呢 我们就可以记录在这里 那基本上这套模板呢 就都介绍完了 大家要使用这个模板 可以打开这个模板的链接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Duplicate 复制就可以了 链接呢 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的简介栏里 大家复制模板后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给每个页面更改封面图片和emoji图标 首页中每一项的背景颜色 可以点击右键后在Color中更改 科研任务里的每个页面的名字 点击后面的三个点后 就可以直接更改了 课程的名字和任务的类型也都是一样的 那大家对这一期的内容有什么想法和建议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那记得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